看看周星驰怎么对待群演,再看看刘德华怎么对待群演,难怪成巨星。 在一部影视剧中,群众演员虽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,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拼图。 虽然台词只有一两句,或者一句都没有,片酬又非常低,但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衬托和帮助,才让主角更加突出,也让整部作品更加优秀。 但是一些演员并不尊重群众演员。 周星驰早年就是靠跑龙套逐渐走红的,那么他成名后又是怎么对待群演的呢? 张美娥曾经就是恒电影视城的一名普通群众演员,连续多年,奔波于各个剧组,但片酬很低。 曾经给一个老演员,曾经给一个老演员当替身,从楼梯上摔下来,一天下来踩120块钱。 一直到2011年周星驰到恒电拍摄西油酱模片,需要几个丑觉,张美娥就前去面试。 周星驰问了一个问题,假设你是饭店老板,如果有人想吃饭不给钱,怎么办?张美娥说,先教训她一顿,让她知道这样不对,然后再请吃一顿好的。 张美娥成功成为周星驰的配角。 在拍戏的时候,张美娥的戏份其实只有一点点,让她意外的是,周星驰竟然亲自给她示范,教她如果说台词,如果用神情,动作等表现人物的特征。 张美娥跑了好多年龙套,这还是第一次导演给群演作示范的,还这样认真负责。 后来,张美娥迅速走红,还等上了央视接受采访,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演员。 香港四大天王中,刘德华的人员是最好的,在华人世界都有很高的声誉。 刘德华曾经主演一部打拐类型的影片《尸孤》,在这部电影里,他饰演了一个寻找失踪儿子14年的普通农民。 他的装扮很接地气,骑驻摩托车来往于每个城市,曾感动了很多观众。 很多观众被剧中的父亲感动,其实是被刘德华的精湛演技打动了。 在整个拍戏期间,为了更好的融入角色,刘德华从不梳理头发,也从不洗脸。 和很多群众演员一起聊天,吃饭。 有一场戏是刘德华被农村妇女殴打的戏,让刘德华吃了不少苦头。 当时,因为这个群众演员,估计刘德华的明星身份,殴打的不够狠,不够真实,导致这场戏重拍了多次。 这场戏拍完后,刘德华的脸已经被打肿了。 他只是用冰肩担敷一下,就继续拍戏了。 后来在电影发布会上,刘德华还专门请剧组要保护好那位妇女演员,因为他怕粉丝因为太过于爱护自己,而对那个群众演员进行报复。 刘德华从来没有带住几个助理前呼后英,平日里排戏都是和群众演员待在一起,从来没有把群演不当一回事,所以很多群演都非常喜欢他。 作为实力巨星,周星驰和刘德华都拥有无数粉丝,他们的实力也无需证明。 他们对待群众演员的态度是平等的,是尊敬的。 对于名气超高的明星,他们仍然放低姿态,扶持和关心群众演员,注视让人感动。 他们能成为当下最火的明星,是有原因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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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